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啦 今天我准备做我的第一支空瓶剂视频 然后为了做这支视频呢 我也攒了很多空瓶 不知道一期能不能说完 如果太长的话 我后面就会把它剪成两集播放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还是介绍一下我的肤质 我是中性皮肤敏感级 眼颊呢通常会泛红 像我今天的话 其实我都没有打腮红 然后铺一层粉底 就是还是会隐隐透出一点红的 说起这个肤质的问题 感觉话真的不能乱说 上次刚说完 我基本不长痘嘛 然后结果这周就冒了两颗痘出来给我看 所以话不能乱说 那我准备先从大瓶子的开始讲 因为这个比较赚屁吧 讲完就可以把它们扔掉了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切尔氏的这个氨基酸洗发护发套装 然后我这个洗发已经完全都用完了 护发就还剩了一个底 所以我就准备拿来一起讲吧 这一套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之前用过他们家的150毫升还是250毫升的那个小包装 用完之后就是印象特别好 然后就马上回去又回购了这个医生包装了 但是医生实在是太大了 我觉得我好像用了快一年半才把它们用完 这一款洗发水呢 它是不含硅的 大家都知道硅对我们头发的健康不好 那它不含硅导致它洗完之后的感觉呢 是那种很澀澀的感觉 嗯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影响 因为后续如果你接着上了它的护发素之后 头发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 它里面呢还含有椰子油的成分 所以它的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椰香 洗完之后会给你很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喜欢在春夏来用这一套 如果是在秋冬的话 本身我的头皮就会相对干燥 用完这个之后我觉得还是有点偏干 所以呢 我觉得夏天我会接着回购的 接下来呢是植村秀的一瓶卸妆油 这个是紫色品子的 说是有亮白效果的那一款 这一支呢是我人生中用完的第一瓶卸妆油 所以我非常有成就感 因为我接触彩妆呢比较晚 是从去年开始慢慢开始研究粉底啊 眼影啊这些之类的 嗯 因为植村秀他们家的卸妆油实在是太有名了 所以基本上想都没想就下单买了一瓶 那这瓶虽然它说是有亮白效果的 但是你知道美白是不可能通过一瓶卸妆油来完成的 基本上也就是求个心理安慰 要说卸妆能力的话呢 我觉得嗯 植村秀还是不错的 卸得挺干净的 只不过它乳化起来的过程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慢 就是我要慢慢的 呃 加水然后按摩 然后乳化这样子 它里面是含有矿乳油成分嘛 但是我用起来 嗯 还好 就是偶尔如果要是乳化的不是特别完全 或者是没有卸的干净的话 第二天就会冒一两颗小壁口 嗯 但是也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我对它的印象还是挺好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刚开始接触彩妆了 那非常推荐用他们家的卸妆油 接下来用完的呢是一盒 自生堂的眼膜 是这个 呃 Wrinkle Resist 24这一块 我其实还里面还剩了一片 就是要留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的 呃 小包装 然后每一个包装里面是有左眼和右眼两片 一盒里面是有12个小包装这样的 它里面的质地呢 是像牛奶一样的 白白的 就是感觉是两片纸膜被浸泡在牛奶里面 然后再拿出来放到包装里给我们一样 它的效果呢还是蛮滋润的 每次呢我敷10到15分钟 然后摘下来之后再用手按摩眼部 让精华液进一步吸收 那因为它的质地是那种白白的 所以刚把眼膜摘下来的时候 眼周很明显的就是亮了一圈 但是这个也只是短暂的而已 它的去皱效果呢 我目前觉得一般吧 但是可能跟我使用的频率有关系 我是一周使用一次 但是我听别人说好像这种眼膜最好要集中使用 就是连续的两三天都使用 然后这样效果比较明显 所以呢我可能会再接着再回购一盒 然后试一试集中使用 看看去皱的效果有没有提高 接下来的两款产品呢我非常的喜欢 它们是来自同一个品牌的 那第一个就是资生堂的红色蜜露 也不用我说了 它鼎鼎有名 这款产品呢我真的是从它的外到它的内 我都非常的爱它 首先我爱它的颜值 它这个设计就是非常的吸引我 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深红色的 然后沉甸甸的玻璃的质地 特别的有质感 然后它这个造型 就是有一种很古老的神秘的东方的感觉 然后它中间这一排字 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所以就更加神秘了 然后感觉里面好像装了某种很神奇的药水 能让你重返青春 拥抱青春的感觉 也有可能只有我自己这样想吧 虽然我很喜欢它的设计 可是我不得不说它这个设计有两个小缺点 第一就是它这个125毫升装的这一款 它的瓶子比较扁又比较高 就导致重心太高很容易扳倒的感觉 所以你要小心不要一不小心把它碰倒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开口的设计 它是一个这种小筛子 所以这个口就有点难控制每次倒出来的量的多少 再来呢我来说说它的内在 我是把它当作水来使用的 就是在截面后的第一步我就会用它 我非常喜欢它的水的质地 就是刚开始倒在手心里的时候呢 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那种很清透的流动性很强的透明的水 但是你把它拍到脸上 然后拍大概十几秒吧 它就会慢慢的被皮肤吸收 然后你会开始感觉到它变得有一点点粘稠了 然后它的效果非常的滋润 非常适合在秋冬天使用 那一般滋润性保湿力很强的水呢 可能做的会稍偏厚重一点 但是这款水非常的零负担 一点负担感都没有 也不会粘腻 然后它用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的感觉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早上用它心情都会变得特别好 就挺莫名其妙的 感觉好像一天都特别明亮的感觉 所以这款水我非常的喜欢 非常推荐给大家在秋冬天使用 而且呢 它也绝对会在我的回购list上面 下次我可能就会回购最大瓶的那只 接下来呢 就是资生堂他们家的这款 Power Infusing Concentrate 它呢其实是一款打底精华 是用在水之后和正常的精华之前 它可以促进后续的精华以及乳液的吸收 那它的质地是 我看还有没有 出来了 我刚才勉强挤出了最后一点点 它的质地是那种乳白色的 然后比较稠的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它呢非常的好吸收 我用它的时候通常是按两下压棒 然后再滴两滴面油 把它混合均匀擦在脸上 这样一天下来之后保湿效果也会特别好 然后我就不再用后续的精华了 我就是直接用乳液这样子 那这两款产品呢 我非常的推荐放在一起使用 接下来用完的呢是螃蟹树架的一个 shower gel 然后这个呢也是500毫升的很大一罐 其实像shower gel这种产品 不同品牌的用起来 效果真的觉察不出太大的差异 我觉得就选一款质地自己喜欢的 然后香味喜欢的吧 我这款的味道呢是rose water 它闻起来就是一股玫瑰的味道 非常的清香 我个人而言呢我喜欢花香多过于果香 所以这一款我还是蛮喜欢的 基本上呢当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产品 想尝试的时候 我就会去回购这一支 便宜大碗好用有香 接下来用完的呢 也是一支卸妆产品 是这个高斯加的一款 point makeup remover 这一款呢我其实就是刷微博的时候 看到有小编推荐 一时冲动就跑去买了 它这个是point makeup remover 我觉得应该是处理细节的卸妆的地方吧 但是我是把它用来当做眼唇卸妆液的 我的感觉呢一般般吧 我呢就是不太喜欢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是有一点点像很细薄的乳液那种感觉 然后我用化妆棉的时候经常会弄到眼睛里面就糊糊的 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正常的那种水油混合的那种质地吧 卸妆能力呢我也觉得一般般 所以以后就不会回购啦 接下来的一支空瓶呢 是这个too cool for school的 慕斯洁面 然后它上面本来还有一个盖子的我也弄丢了 这个纯粹就是买来尝鲜的 因为它看起来特别的Q特别可爱 它压出来的慕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密 是浓密到可以站在你手心里的那一种 就很像它上面画的这个打泡器打出来的效果 它是一款比较温和的洁面产品 清洁力的话也就一般般 所以尝鲜之后就不会再回购了 好那下一支空瓶呢 是来自CPB的一款乳液是这个 Gentle Protective Emulsion 那这款也算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 它呢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Gentle 一个是Fresh的 我买的是Gentle的这款 然后它里面是有SPF22的防晒指数 那这一款日乳我的使用感受呢 我觉得它是在那些含有防晒指数的日霜里面算是比较好用的一款了 通常有一些不好用的面霜就是擦上去之后跟胡墙一样 然后就是脸变得很白 然后又泛的满脸的油光的那种 这一款CPB的呢 我擦上去刚开始也会有一点就是感觉过度滋润会冒一点油光 这可能半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正常了 它的质地呢是这种白色的 它其实还蛮滋润的 和这款日乳比起来呢 我其实更喜欢他们家那个深蓝色瓶子的叶乳 那一款叶乳真的是水油平衡做的特别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你的脸也不会拌油光 也不会干 体来说他们家这个系列是比较适合在春夏使用的 秋冬的话保湿力还是欠缺一些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个系列他们家的单价比较高 但是它这一支是125毫升的 然后非常的金勇 它每一泵压出来的量 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擦我的脸加脖子都够了 然后我这一罐呢 我记得我用的是五个半月 就是基本上半年的时间都在用它 我觉得按照每毫升来讲的话 价格其实还是可以的 哎呀说的都有点累了 那刚才说的这些应该能剪辑成一期了吧 剩下的这些产品就留着下次再说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 如果你们觉得这支视频对你们还有帮助 比较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然后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把视频当中提到的产品的名称呢 再次列在下面信息栏里 欢迎去查阅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啊 建议啊 你们自己的使用心得啊 也欢迎留言给我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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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